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中國大陸遊客禁止入境 外國人入境也需經過嚴格檢疫 造成台灣觀光客急速減少 國內的旅遊餐飲業大受打擊 原本遊客必逛的西門町 東門商圈 專業人潮少了大阪 而其中 店家到底損失了多少業績 觀光客少就算了 連就是台灣人也變少 然後我們的生意量也掉了至少5成以上 對啊 還在持續的增加 就是沒有生意量這件事情 有 影響很大 觀光客沒有進來 我們台灣的也沒有出門 影響差不多5、6成以上 都少很多了 至少少一半 現在真的很難跑 一天跑了一千塊一千多塊的影響 也有聽到別的店家 就會抱怨說其實差蠻多的 對 至少掉了一半以上 大陸都三分之一吧 其實各地都有啦 韓國 日本比較多啦 每個國家都變少了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吧 之前來過來的日本 韓國 星馬的很多啊 最近都沒有 本國旅客也是沒有出門啦 對啊 大家都不出門啊 西門町這邊人變很少 人前一點點 人後過來就一直都不好 過年到現在沒有一天好 之前載的都是外國旅客嗎 沒有 現在都沒有 整天都沒有載到一個外國客人 外國客人不敢載 公司有規定不敢載嗎 不是 我們自己不敢載 因為現在大陸那個武漢太怕了 已經少了香港旅客嘛 然後日本旅客也比較少一點 那當然就差比較多啦 因為我們主要本地人也是比較多啦 可是我們之前大宗的應該說算香港 對 現在香港人不能來 那當然就少很多了 有差就是外來客 本地客還沒有差 我們都上班族的 都這邊店家 就是外來客 大陸客那些沒有了嘛 就差在哪裡 外國的旅客變少 我們本國的好像沒有差 原來是那個韓國的比較多 日本的 現在韓國的好像減少了 我們也只能就是 努力的試試看每一個客人去詢問 要不要有沒有購買的意願 那就是防疫工作大家做好啊 那你說要什麼措施 根本就沒有人啦 你採取什麼措施也沒有用 車行不會去管理這個吧 車行只管你回去交行會什麼樣 他不會管理這個 他只有這樣子跑 跑去人車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 因為目前大家都蠻恐慌的 你說要挽救 現在都還算太早 對啊 因為大家都不太敢出門 或是說出來的人就是 盡量趕快出來就趕快回去 就是吃完東西就趕快回去 不會說這邊鬥了太久 因為我覺得目前防疫的話 台灣政府應該算做得蠻好的 可是比現在要去弄經濟的這塊 我覺得還算太早 因為畢竟大家都一樣啊 就要度過這個時間 就跟當初的SARS是一樣的 怎麼去拉沒有辦法拉啦 停掉劑醒過了 以後看恢復回來這樣嗎 我們正常嘛 能乾淨我們就盡量乾淨點 因為我們做的產品不適合外送 對啊如果像別的攤販可能還可以 因為能量不好吃啦 我們在能量不好吃 有啊有在考慮啦 這個要慢慢來啦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外送 其實我覺得像你如果說外送 變成說我是訂購者 也會擔心說外送會不會多一層優利 如果外送沒有戴口罩 或是沒有戴手套之類的送餐 那是不是多一層沒有房屋的問題 對啊那就變成大家也會擔心 那你可自己煮幹嘛就冒這個風險 我不要啦抽層 你東西送出去 有時候要隔了多久也不知道 我怕人家吃的不好也怎樣 我們做的都很新鮮啦 就這樣 跟人家又給人家抽層 那我們一碗麵台多少抽層 抽三層耶 還蠻多的耶 哈哈